病感失忍症 病感失忍症是严重精神疾病的常见症状 这种固有自视匮乏削弱人识别自身疾病的能力 患者无法觉察自身症状 是患有严重精神疾病 如双向情感障碍或精神分裂症的人不寻求治疗的原因之一 由于未意识到自身疾病 拒绝就诊对其非常合理 病感失忍症相当普遍 事实上50%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和40%的双向情感障碍患者症状 包括病感失忍症 一级患有严重精神疾病SMI的人 近伴有时不知道自己需要治疗 无法识别自身病情的能力 并不等同于否认 大脑扫描相关研究表明 要求病感失忍症患者思考自己时 其几个关键大脑区域的活跃程度 明显低于无此症状的人员 病感失忍症属于神经差异 并非选择 近年来 自我护理相关讨论 被推至心理健康探讨前沿 谈话疗法和正念疗法 可以治疗部分心理健康问题 但严重心理疾病治疗 通常需要包括药物治疗在内的更多方法 对于未意识到自身精神疾病的患者 自我指导式治疗可能相当于根本无治疗 对唯一护理源于充满爱和关怀家庭成员的患者 如果相应家庭成员未接受过替代医生 或危急处理团队的培训 不应充认相关角色 很遗憾 这让许多缺乏适当治疗的患者 最终归于监禁 住院 或无家可归的境地 只针对能够寻求自愿护理的人员的系统 将许多最严重精神疾病患者拒之门外 对于许多病感失认症患者 在其他一切方法无效情况下 赴关怀的法庭监督治疗计划 如辅助门诊治疗 可以提供最后的希望 这还可以帮助患过病感失认症的人 保持来之不易的成果 更快回归社区 对于病过重 以至无法寻求帮助的患者 我们必须准备好关怀干预 治疗宣传中心 每日滋滋不倦的工作 改善就诊可及性 并改善受病感失认症 影响家庭的境况 我们的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需要像您这样的拥护者 支持患有病感失认症群体 获得所需帮助 访问我们的网站 进一步了解病感失认症 以及您可以如何帮助 跨越治疗障碍 TreatmentAdvocacyCenter.or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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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